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父母说是难能可贵的经验 我觉得就是开心 真的不是那么多子女 会带你去那么远的地方 他要付出时间和金钱 除了钱和时间 还要有好性情 他也有类性 我坐在那儿画画 他又在等我 感受到父女的感情 还有他对爸爸的爱乐 年纪、喜好各有不同 两代人旅行期间会有争吵 当时的争吵是一时意气 当时想起 和家人旅行是开心的回忆 你自然就会再继续去做这件事 带父母去旅行 换回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辛苦不过值得的 现在有能力可以带他们出去玩 一起去创造这些一起去玩的回忆 是否留不着 我去我 而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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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那边 当然要有这个 是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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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们想去逐过�� 不用 我在这里拍 一、二、三 我先试一试 这个也可以的 34岁 在网上旅游平台做市场策划的 盈柏坚、Steve 这一天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长洲玩 他们说对上一次一家人来长洲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 当时Steve只有七岁 两个姐姐九岁和十一岁 一家人来长洲两天一夜宿营 做屋、行程都是由爸爸一手包办 以前这条海边的路没那么漂亮 现在一沿着海边 然后海旁这条路很漂亮 他去看 一、二、三 妈妈,出来吧 永永都要我计划 去哪里住 要玩什么玩 我认路 认路和我开车 加上拍照 都是要和小孩等他们开心点 辛苦点也是值得的 Steve说小时候一家人不是去很多次旅行 不过无论是香港还是去外地 爸爸妈妈都会安排一切 自己和两个姐姐就只是负责玩 因为年纪小 以往和父母旅游的点滴 Steve说有些只是记得零碎的片段 就好像当年来长洲宿营那样 我只记得那时候一间的屋子有一张很大的床 然后全部一家人是躺在那张床上 然后中间去玩呀吃什么呀那些我就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中间有一些片段是下雨 然后就很吵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很模糊的 很开心的 还有看照片是有些很搞笑的照片 自己看会觉得很开心 欢迎各位团友 来到今天这个名古屋之旅的茶会 这里要给自己一些掌声 你们认识的名古屋是怎样的呢 对啊,好像有个神廟 小时候,爸爸妈妈带自己去旅行 大过了就带他们出去玩 你们对名古屋有什么期望? 古色古香 下个月 Steve会带父母去日本名古屋玩六天 太太Tracy都会一起去 这次是Steve第三次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 之前去过台北和东京 每次他都会事先计划好路线 订好住房和安排交通工具 出发前还会搞茶会 向父母简介行程 在名古屋下机 就会立即在机场拿借 就开车上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那天的午餐 重点 这个旅程的重点 吃花牛肉 好吃 吃花牛肉 吃花牛肉 计划好仔细 几点出发 自己开车 这就很方便 上去那边就去那边 到饿了就有东西吃了 是 去那时我就想一想 想到日本的士多啤梨很好吃 他又安排到有士多啤梨团 多漂亮的士多啤梨园 被我们说 可以吃30分钟 那我们就放命吃了 Steve说带爸爸妈妈去旅行 事前都要花很多时间计划和准备 因为父母各有喜好 妈妈比较喜欢购买 爸爸就喜欢提风景 我们之前想到日本 有时都要去面税店买点 但我爸爸 他会自己一个走去不知哪儿 变成我和妈妈 可能尽快买了妈妈想要的东西 然后出来又要找爸爸 爸爸可能走去不知哪儿 但他又说不到他自己在哪儿 然后中间那些又要去找 很多人组跟团 我觉得辛苦不过值得的 因为到他们再老一些 可能到时行坐轮椅 去旅行就会比较麻烦 现在有能力可以带他们出去玩 一起去创造这些一起去玩的会议 我忘记了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少了些人来拿水 山水 山水 山水嘛 波兰的那种真是上去就看一个湖 看一个湖 波加利亚那种是中间 就是保持着不同的风景 风景啊 好像这里那样 就是有些树、河 山 就是有些地方给你在这里拍摄照 有多漂亮 我上个月第一天 哇 很浪费 36岁的5号能Otto 之前是会计师 后来转做保险经纪 希望更加有弹性 可以不时做背包客周游世界 是 整个群 来吧 除了自己去旅行 他都会带妈妈外游 去过亚洲、欧洲和非洲十几个国家 他说最初都担心 妈妈不习惯背囊 住平价旅馆的旅行模式 不过一起外游之后 他说对妈妈刮目相看 你记得澳洲的沙坛 有我的六人房间 有四个男孩不同的 我和你两个住的那间房 然后四个不懂的男孩 那些是附近的 是的 还有在一起 有一间房 通关之前 通关之前呢 他是一个大胆 open-minded 他接受很多新事物 尤其是旅行方面 他会觉得都出去了 反正是怎么都要试一试 61岁的Shirley是单亲妈妈 一直独力照大Otto和小女儿 过往要工作 经济又不是太充裕 很少机会外游 到Otto大了出来做事赚钱 又愿意带自己去旅行 他说特别感动 我觉得就是开心 幸福 就是幸福 很幸福 就是很幸福 可以说真的 不是这么多个子女 年年都带你去这么远的地方 他要付出时间 金钱那些 这样跟你去 我之前也不知道 能看到我们那里吗 就是自随 我很感激他 我们那里 他挺孝顺 我想去的地方 他一定会计划出来 让我跟我去 这个忘记了是做 这个就是什么 你觉得很记性 上山那里 我也忘记了 他就说 我跳舞 你看我多疼 Otto开了一个网子 分享自己旅游的经历 而他带妈妈去旅行的照片和影片 都会放上网上 那一天 他就和妈妈剪辑其中一条旅行片 他说两母子去旅行 有不少难忘的事 最深刻就是第一次 十年前去澳洲西部 我们就拿着车 即是车旅行 跟我一起游戏 那我们有一晚 就真的因为下雨了 那外面就很湿 那我们就没有扎营 我们就直接躺在车 那看着窗外 外面的天全部都是星星 看着整个银行 在你面前 都真的挺难忘的 尤其是真的跟妈妈看 她也没看过 那她 她是觉得很惊叹的那个样子 好像她生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 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漂亮的东西 看着她那种兴奋的感觉 令我自己也很感动 我去旅行 我可能会花最多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或几天 但她那时候照顾我们 真的很多年 所以跟她的新衣服没得比 我只可以说是 用我做到的方法 令她开心方法 令她 人生精彩一点 开心一点 果然是那一年代的gag 这个有多酷 这个有多可爱 这个是世界之窗 还是是吧 我猜 东西这么小 还不是 我妈写了的 33岁 同样热爱旅游的林雅仪 是Otto的好朋友 她开了一间 专门做世界各地民族手工艺的工作室 两个人不时在这里相约聊天 林雅仪说很羡慕Otto能够带妈妈出去旅行 因为她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妈妈在她大学毕业之后 出来做事无奈 就突然中风过身 妈妈那天很开心 问我今晚回不回家吃饭 穿得那么漂亮 约了谁 我经过 但是我很匆忙 我就说你不要吵我 不要烦我 我趕着时间 那天早上 那几句很匆忙的对话 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你剪辑 我经常觉得年轻的时候 带家人去旅行 带他吃好 去好的餐厅 你会觉得有很多时间 生命真的很脆弱 可以随时脆黑 Otto说好朋友的经历 令他深深体会到 还有机会可以跟父母去旅行 是难能可贵的福气 可能你上一秒 见到他完全是 没有病没有痛 什么事都没有 你没想到 下一秒 他突然之间 就可能在你生命中消失了 所以有能力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东西 令到他们开心 由以前他令到我们开心 到大概我们会令他们开心 早安… 他们开学,不用教功课对答案 小肥,我们现在做些什么 煮麵 你们是否練了很多词 煮麵 怪不得那么好看 最重要是吃得好和睡得好 有人要煮湯吗 煮湯 你吃到後面的头发也吃了 你睡觉了吗 晚安吧 那我就跟祖底一起睡觉吧 帮忙遇曼我,今晚8点 Phil TV 想起十年前的我 冲动不完美,敢改变 由DJ也可以转身成为 财经节目监制 跳出框框,等未来的你 多谢今天的自己 投资也是一样 Z.com Forest 改变投资思维,放眼环球经济 参与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 交易由你判施 不去改变,又如何走得更远 外汇交易就是一个字母这么简单 Z.com Forest 哈根达斯与甜点大师 Pierre Hermes首都暖胜 当马卡龙遇上幼滑雪糕 一脆一软,极致心动 全新哈根达斯马卡龙雪糕系列 哈根达斯 富卿百业何国庆 凝聚为成要香港 香港电讯 富卫保险乱合赞助 2023年国庆烟花会演 10月1日,星期日,晚上九时正 于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 德国Hip The Pop 比银行更高的安全标准 百年守护 The power of real organic 大中银行香港 无论是股票投资 或是个人存款服务 都一样最適合 做你锁定投资先机 同时令财富稳步成长 大中银行香港 在我眼中 幸福就是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近 交易洲人工岛四通八达 5分钟到港岛西 20分钟到洪水桥 连通北部都汇区 15分钟到机场 同时接驳大湾区交通网 无论是日常生活 还是走向世界 从此更加方便 幸福就是我们一起见到未来 你对新裤子挺漂亮 大了裤子漂亮很多 睡觉也不娶 怎么那么光亮 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有眼镜很有型 我有特地走到电视去看 讀書的样子看上去 MT妹必備的 眼睛好像吸盘 我的泪水就在少年的时候 被它蒸光了 最近有很不規矩吗 也有点不規矩 有点不規矩 也有点不規矩 到地EXT查, 击查成迁 我想身体健康 今晚8点半, VIL TV 今天是休儀期, 剛剛結束 這是海蝦, 炒10點 你們好嗎, 好嗎 這邊的玩具 還是可以再吃嗎 你還要吃嗎 羽毛很幾百 在這裡 好, 吃饭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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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拍见Steve一家人感情很好 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相聚 这一晚, 爸爸妈妈, 两个姐姐 Steve和太太就围着吃饭 现在每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有时间大家一起吃饭, 聊聊天 是很开心的事 这些都是很难得的机会, 是不是 家人断聚 Steve的爸爸妈妈已经退休 辛苦了半世 三个子女都想父母享受生活 不时会带他们出去旅游 Steve和太太下个月 就会带爸爸妈妈去日本名古屋玩六天 大姐姐之前都和爸爸去过东京 爸爸说很记得在富士山下画画 有点像经验那样 很严厉 因为你觉得山很近 她也很有女性 我坐在这里画画 她又要等我 也很难得 感受到妇女的感情 和对爸爸的爱乐 嘟嘟嘟嘟 很容易掉 好 大了 我先想想 你好像很大力 对吧 大一点出来了 大 大 哇 哇 哇 最后剪 最后剪? 被狗 你没有了 我两只 Steve说趁着父母更健康 走得走得 就想和他们多些出去旅行 他说最近开始察觉到 爸爸妈妈有年老退化的迹象 他经常计算错了 要看 要拍摄 这个 最近比较多 就看我爸爸计分 就是他开始 现在就计算 就是这些加数都会加错 主要想把握现在这个时间 他们就差不多 七十岁左右 所以尽量做 就要多拍摄一些照 是单车 是单车 是单车? 其实原来很难踩 它三轮车 看上去都以为很容易 原来很难踩 就是因为车车很难控制 榴槤 糯米糍 你妈妈超喜欢 对 王炳健、Solomon 是Steve读大学时候的师弟 他们的父母都超过60岁 退休了几年 看着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 他们都觉得作为子女 担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我妈妈刚刚退休了 有一天 下班回来的时候 她又说起 她全天都在麦当劳里坐 她自己很不开心 她就说了一句 其实我是否还有20年的时间 要在这里坐 无所事事 所以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Solomon和Steve 七年前 成立了一个非牟利机构 尚有高堂 举办不同的子亲活动 给子女陪父母参加 又鼓励子女 带爸爸妈妈去旅行 机构几年前做过调查 访问了117位 曾经和父母去旅行的子女 发现她们都曾经在旅途里面 和父母发生冲突 例如出发时间 找路认路等等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说 后悔带父母去旅行 不过当中有六成人 最后仍然打算在未来一年 再次带父母去旅行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父母去到不熟悉的地方 会容易不安和焦躁 子女要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和父母和父母去曼谷 我记得搭车又搭船 然后再走路 去到大皇宫的门口 他才说 很热,我不走 回酒店了 是很生气的 我那一刻有 有跟自己说 我以后都不会再带他去旅行 回想起来 他的路都不是那么好走 要有些楼梯 我想对他的消耗体力也很大 我们会和家人有个查会 就是早点告诉他 会发生什么事 会看什么 等他都已经先听了 未去之前 已经可能搜索给他看看照片 对于中间要处理 突然出现的矛盾 会简单一点 这些行山现在都是搬家 我不喜欢这些款式 我们去一些比较高的国家 就会比较高 有些路不好的 这些是防止咬残 这些好行一点 这些是戒不开的 五号能Auto 一直都喜欢做背包客 游历世界 但是 十年前他开始带妈妈去旅行 渡过十几个国家 非洲撒哈拉沙漠都有他们的足迹 今年年底 他们就计划去敘利亚 但是你不背背包 我背 我背 你背 但是这些对我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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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厅说 两母子习惯和喜好都不同 旅行都有过拗叫 好像妈妈不喜欢背包 试过中途拖烂了一个行李行李行 要到处去扑再买一个 又好像两个人对食物的要求不一样 中间也有过小风波 很肚饿 真的很肚饿 真的要找食物 不想好像很难为自己 不想吃个包 吃个什么 我会选择一些 所以有时候选择餐厅 也会浪费很多时间 选择完之后我怕他不喜欢 然后或者去到门口 他看完菜单后 就说 不如不吃这间 去第二间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也试过 好像搞了大半天都没有食物 虽然有拗叫 但是Otto和妈妈都说 没了他们再次外游 当时 一个拗叫是 你一时耳气、冲动 当你回想 其实我发觉 我家人的旅行 是开心 是回忆 那你自然就会 再继续去做这一件事 整个房子真的舒服 为什么要凉手 踩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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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亲家庭长大 Otto说看到妈妈 如何辛苦 独力照大自己和妹妹 他很记得自己小时候 在屋外楼梯跌倒 脚头流血 妈妈一手抱起自己 跑去医院 当然是按住 去医院 不怕 不怕 又不懂 那时住在那里 都崎嶇 走出来要一段路 斜坡、楼梯、石级 再走一个很长的天橋 走出去 才能车 妈妈多年来 悉心照顾 我图说现在轮到自己 希望可以带妈妈 游历多些地方 闯多几年 始终人都会长大的年纪 相处的时间 你不可以 不永久 而有些机会是 你还在这里 就把握 只有妈妈 当然了 所以就是最爱的妈妈 接下来是找帮忙预讨我